以色列宣布成功救出四名人質 其中唯一的二十五歲女性 正是去年坐在哈馬斯機車上 被帶走的中夷混賢女大生阿加瑪尼 由於中國籍母親已經挨沒 以色列曾特別請求習近平介入救援 但最後還是靠乙君成功脫困 然而以色列人質救援行動 卻是血腥殺戮 換來的勝利 空襲包圍無情投彈 加薩狭小醫院內疾滿傷患 四名人質居然是以兩百一十人 無辜姓名換來 各界怒火 燎原難免 華府白宮前聚集大批人潮 抗議拜登政府力挺以色列 甚至已經有數十名官員 不瞞政府提議政策宣布請辭 以色列首都特拉維夫也要求政府 儘快救出所有人質 卻被當局以強力水柱驅趕 甚至多人慘遭逮捕 西班牙古根汗美術館 更出現大批示威者直接躺平 以行動藝術諷刺以色列 携洗加薩 無情戰火燃燒 加薩人民走投無路 人道危機 持續加劇 蔡新文 黃泉宇報道